不过相较于两岸间的危机 对于台湾民众来说 眼前更切身感受到的是地震的威胁 4月3号花莲发生瑞士规模7.2的大地震之后 一个月来大大小小的有感余震多达1000多次 尤其4月23号凌晨又建立了两起规模超过6的余震 再度导致了多处建筑毁损 包括了两栋高楼倒塌 震得民众人心惶惶 很多人感觉这次强震的余震不但是次数多 震度也大 而其实这跟花莲的断层特性有关 而且全台有数十条断层密布 恐怕还有更大的隐忧 那么是哪些地区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我们又要如何才能够避免灾害发生呢 如果断层是小的话地震不会大 但这么大的怕地震当然会大啊 这种地震是最可怕的 日本人叫直下行地震 就是在都会去的正底正下方 它一能量一来直接冲击到你 4月3号上午7点58分 花莲外海发生瑞士规模7点2强震 不止花莲 全台各地都感受到强烈的摇晃 大约98秒的摇晃 让杰林乘客就算抓紧扶手 还是被震得东倒西歪 台北市中正桥上 机车骑士紧抓把手稳住车身 上班车潮原因地震静止不动 就连玉山山顶也感受到强震的威力 我真的要吓死了 我真的要吓死了 位在镇阳户籍的花莲 市区有房子倾倒 开鲁阁也受到重创 巨大落石阻断交通 原本翠绿的山巒变成灰败世界 而从花莲市区看往中央山脉 还可以看到一整片山崩落的痕迹 像极了一只蝙蝠 山崩 楼岛 这些原本只会在灾难片中看到的场景 如今一一真实地呈现在原先 当时冲出去的时候 我已经走到差不多两三步 石砖那个水泥都砸下来了 就差一两秒 对 然后我跑出去外面 当场我看到我们的A洞 摇得不行 摇到不行 我心里说会倒吗 会倒吗 四陵山地震震出许多人的惊恐 特别是把素有不畏地震的花莲人 给震怕了 因为大小余震不断 且相隔20天 4月23号又发生瑞士规模6.2强震 接连好几栋房子倒塌 让整个花莲伤横累累 这次的地震的那个断层叫林顶断层 那这个断层它其实总共有四条 从花莲市一直往南到台东市有四条 北边这一段我们叫林顶断层 然后再下来是瑞穗断层 再下来池上断层 然后最后到靠近台东市 这边叫立即断层 好这四条断层来讲 都是台湾来讲板块碰撞的时候的边界 所以它累积能量都很大 累积已久的能量释放产生不少疑症 根据中央气象主统计 截至4月30号为止 总共累积1340次余震 其中四级以上地震就超过483个 花莲地震后的余震次数有多惊人 网络上统计全球地震次数的APP 将台湾有感地震对叠起来 像是盖摩天大楼 与同时间其他国家的地震次数相比 可以说是世界第一 研究地震超过45年的李锡提 对减轻地震灾害早已有一套因应做法 他说地震是板块挤压造成 但为何板块会相互挤压 其实是地表下的地寒引起 因为地球内部温度超过3600度 就算是坚硬的岩石 也会变得像液体一样流动 因而带动板块移动 其实为了就是要散热 散地性的热 最激烈的散热方法就是热对流 它是以缓慢的速度在对流 通常这种板块的运动速度 一年都在10公分以下 那会达到10公分 那我们贝勒宾的海板块 相对欧亚道路板块是一年8公分 大家对于地震的科普并不陌生 只不过这次花莲的余震又多又大 专家还示警 余震将长达半年之久 主要原因是这次发生错动的林顶断层 相当特殊 它的那个地震 不是发生在某一条断层面上 不是 它就是一团 那种一团的地方 它常常都是两条断层的交界线 交界的地方 那个地震应力很大 这一次主阵 宜震的这个断层带里面 特别那一点可能有横断层切过去 所以在那个地震应力会比较集中 可是过去这个地震应力本来就比较集中 卡在那里 它就找到这个时间点 它就连续地一直释放 小小的断层一直错动 学者们认为林顶断层造成的团震效应 使得403的余震相当罕见 至于断层酝酿的能量会有多大 则要看断层的深度与长度 当然这些活动断层来讲 至少规模一定6以上 一般来讲6.5以上的话 地表大概就会已经有破裂 产生一些变形 规模7以上大概绝大部分大概都会 地表就会有变形 根据基金部统计 台湾有36条活动断层 但学者认为又多达50条活动断层 之所以没有全部被官方认定 是因为必须要有数据佐证 台湾的造船运动 是从东边一直往西边推 所以西边的断层一定很明星 西边去也很明星 所以西边的断层 我通常给你画活动断层 那都不为过 很多断层都会产生地震 大大小小的地震 不一定要大地震 就表示它有在累积能量 有在释放能量 表示它就是活动断层 陈文山以学理推论 台湾的活动断层数量 但如何判定断层何时动起来 要靠钻探或是以考古形式 挖开断层 找出过去古地震的痕迹 再加以研判地震周期 只不过探测经费庞大 仍有许多断层缺少周期资料 尤其最让学者忧心的 是位在双北市的三角断层 因为三角断层 经过双北市人口密集区 加上台北盆地地形 一旦发生错动 整个台北市将严重受挫 三角断层正断层 是台北盆地这边陷落下去 陷落下去这一边 地盘会整个扭曲 排水系统整个会打乱掉 地下的管线也会被扣坏 捷运绝对不通 那种地下的那些管道都会被扣坏 然后事后就开始盗坏 还指缘起来 921可以重建 三角断层一旦错动 台北没办法重建 就是放弃 最近地震频繁且震度大 有些店家应用不及 不少商品从货架上掉落 损失惨重 但也有店家已做好准备 来到大员商圈 理事长常明德本身是开五金杂货 店链商品琳琅满目 不可防证他自有一套见解 原先这些货都会放成这样子 向往后退 到上面的库存区 尽量把它压重一点 压重点之后 当地震来的时候货架 在晃的时候上面重量够 下面重量也够的时候 这样子摇就不会掉下来 各位顾客您好 现在发生强烈地震 请小心依序前往出口方向先走 此外他也准备好麦克风 一旦发生地震 立即透过广播系统疏散民众 且在出入口处减少货架 为的就是腾出逃生路线 原先的货架是大概比这个还要多 多一个距离 后来我们想说把它往内缩之后 走到变宽 万一怎么的时候 要疏散客人的时候 路会比较大 他有做什么样子的防证吗 没有 无论民众该不该有防证观念 但任何灾难都应该重视 没有侥幸的空间 日前网路上就有人讨论台湾哪里最安全 有人认为桃园 屏东很少有地震 但这样的说法 其实会让民众疏于防备 我们最近看到网路上 说桃园是最安全的 其实这个论调 对我们来讲是安心的 但是天灾是不能预期的 其实应该要灌输大家 提早做防灾的概念 不要一直在宣传说 桃园是安全的 到当发生问题的时候 大家的应变能力 其实就会变成不足 我就不会赖让它可以掉下来 不会让一些我觉得比较安全的东西 摆好这样子 由于地震无法预期 所以403地震后 不少人也出现焦虑 恐慌等心理症状 可能因为他原本就已经比较焦虑了 可是他可能因为这个状况 他导致他其实整天都会密切注意 他手机上的那个地震的消息 对 然后导致他可能甚至有一些 跟了状况不好的 他可能会思考的是 那他是不是要搬家 然后就写很多的那些焦虑 在他的心里面一直转 然后导致他其实有时候 可能原本的工作 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干扰 这些东西比较会在 我们原本就已经在进行的 治疗的个案身上看到 但不是每一个 他其实还是有一些个别上的差异 这样的症状被称作 症候创伤症候群 只不过创伤是很主观的感受 不一定是受灾户 有时远在台北或南部的民众 也有可能被地震剧烈摇晃 给吓到 他们也许可能只是 或者是住在高楼层晃动得比较大 或者是他们可能就只是单纯 他们的就比较敏感 对于各种的感觉 所以在那当下 他们有受到惊吓 而让他们变得紧张了 那这都有可能 所以他并没有特别局限在 一定要受到一个 大家公认的 所谓的创伤的标准 那样才叫做创伤 而是你回到你自己主观性的经验 去决定的这样子 心理资商是建议 民众可以重新改变家中摆设 像是把容易倾倒 或易碎物品往地处放 让自己安心 另外睡觉时 也可以备妥一套衣物 或在地震当下 拿起手机与亲朋好友报平安 这都可以适度疏解创伤的压力 重要的事情 因为当我知道 我的重要的人是安全的时候 我其实同时也照顾我自己内心 让我自己的内心 是变得比较安全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其实就可以比较 好好的去调试这个压力事件 而不会让这个压力事件 只停在自己的状态里面 这边有一只榔头 因为怕 如果真的被掩埋的话 这个也许能够 给我一点帮助 打开背包 里面放了榔头 饼干 矿泉水和干粮 403地震造成不少人恐慌 有民众正后准备了紧急避难包 为的就是确保灾难发生时 能自主脱困 这个部分的话 我会准备三个饼干 学者也呼吁政府 可以参考日本或美国的做法 加强断层调查 也要通盘检讨国土跟区域计划 像是断层带要规划为保护区 不能规划为城乡区 或是住宅用地 建建的目的是要保护人的生命 你去那边盖个仓库没有问题 不住人没有问题 人家40几年前在做 其实我们也是马上可以做 也就是马上不要等 此外双北很多超过30、40年以上的房屋 尤其台北市比例最高占7成 且全市平均屋龄达37.78年 也是全国最高 因此都更不能再纽固化 那当然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你的围老建筑还是要赶快重建 这当然是唯一的 我们现在讲的唯一 避灾避震灾的灾害 就是建筑盖好 其他没有办法 目前全世界都如此 任谁都不想看到灾难发生 但了解灾难发生的原因 也能提早因应 未在断层带上的我们 必须随时警觉 学会如何避灾与减灾